怀孕到底可不可以泡温泉或是游泳呢 怀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Hello 大家好 我是穿越系妈妈 晚霖妈咪 这个季节真的很适合泡温泉 可是孕妈咪那么多的禁忌 到底我们能不能泡温泉或是游泳呢 其实目前没有明确的研究显示说 孕妈咪是不能泡温泉的 所以妈咪们只要注意以下四点 就可以不用太限制自己了 注意四项一 孕期的时间点 怀孕初期和后期的时候 是不建议泡温泉的 到中期呢 宝宝比较稳定的时候 我们再来泡温泉 主要是因为温度的关系 温度太高的话 一般人都会受不了 何况是体质 这样敏感的孕妈咪们呢 注意事项二 水温不要超过38度到40度 但孕妈咪们在泡温泉的时候 水温不可以过高 所以基本上是建议在38度到40度左右 注意事项三 我们要注意水质减少感染的风险 尤其我们在泡大宗池的时候 要更注意清洁 因为孕妈咪 阴道的酸碱值改变 很容易会有感染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水质和清洁 第四泡汤的时间不能太久 每次泡汤的时间 不要超过10到15分钟 那要注意 泡汤的环境空气是不是有流通 这样才可以避免脱脚和不舒服的状况 那如果妈妈你的肤质是属于比较敏感性的部分 那我们就建议你泡完温泉之后要记得用乳液全身涂抹 这样才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游泳 妈咪们你们喜欢游泳吗 有游泳的习惯吗 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游泳的三个好处 好处一 游泳是不会对肚子造成负担的运动 孕妈咪有规律的运动是有助于生产的 而我们在水中游泳的话 对于我们的肚子来说 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 因为透过水中的浮力 会减缓我们肚子的压力 让妈咪们可以舒服的运动 好处二 可以改善腿部的水肿 水中的浮力 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子宫对下强静脉的压力 因此可以缓解我们脚部水肿和静脉曲张的问题 好处三 有助于生产用力与憋气 当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除了可以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之外 在生产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憋气和用力的方式 接下来要跟妈咪们聊聊 如果我们想要游泳的话 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地方呢 注意事项一 怀孕初期的时候 尽量不要游泳 假设妈妈没有早餐 或者需要安排等等的状况 基本上我们游泳的时候 不要太过于激烈 身体状况都OK的情况下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一直持续游泳到生产前了 注意事项二 水温不可以太低 水温如果太低 可能会引发公缩的情况 而且水温太低也很容易感冒 所以这时候就不适合游泳了 注意事项三 特殊体质要先询问医师 假设妈妈是高龄产妇 或是有早餐的迹象 或者本身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的孕妈咪们 都要事先询问一下医生意见 再来评估说我们适不适合做这一项运动 注意事项四 注意水质 到母怀孕的时候 阴道分泌污会增加 阴道很容易受到感染 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 游泳池的水质是否干净 游完游的时候 也要赶快去洗个澡 最后 我帮大家统整一下这一集的内容 首先是孕妈咪的泡温前注意事项 第一 孕期的时间点 第二 水温不要超过38到40度 第三 注意水质 第四 泡汤的时间不能太久 再来是孕妈咪游泳的好处 第一 游泳是不对肚子造成负担的运动 第二 可以缓解腿部水肿 第三 有助于身材用力 憋气 接下来是游泳的注意事项 第一 怀孕初期尽量不要游泳 第二 水温不可以过低 第三 特殊体质的妈咪要先询问医师 第四 注意水质 这边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孕妈咪们你们在怀孕运情的时候 有游泳的习惯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哦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孕妈咪在交通方面常问的五个问题